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交大校方声明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谢云根 长期在跟学生接触时有不当言论和不当肢体动作 因而被撤销职务暂停安排新课程跟所有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据了解上海交大校方因为学生的联名举报 在清明前后展开调查 昨天下午两点上海交大媒社学院召开教职工会议 宣布对谢云根的处理决定 会上还强调失德失丰 其中提到原北大教师沈阳涉嫌性侵学生的事件 会后媒社学院院长李本钱到新闻系办公室 指称谢云根在跟学生接触时有不当言论和不当肢体动作 受害的在校生跟毕业生都有但没有提到具体的调查内容 50岁的谢云根曾经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东方卫视工作 并在1996年获得湖北省十家青年记者的称号 1996年出任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总监 2001年到上海文广影视集团 之后他考取博士进入学界 被视为是舆情研究专家 这一次谢云根被卷入性骚扰风波 之前建立的学界名誉恐将毁于一旦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道